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走走 我确实有点没了 都在歧视吗 人呢 就升个电脑吧 既然如此 是 让你骗我 就上不认识帮给你自爆一下 等以后我有钱了有能力了有精力了 我呢 就要办一个公益的法律援助品牌 不光办 还要更加广泛地给大家普发 不觉得你这个想法 这个网页由两个法律生搭建之作 一个想用热血和勇气 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另一个想要陪她完成心愿 走向于她的未来 感动了 好教会 你说吧 你什么时候要恋我的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剽窃你的创意而已 你等 你还没跟我说 你之前为什么没跟我说 是你拒绝的小心 你之前总想着跟我争帝 我这么多是为了拉拢你统一战线 都弄兵不厌战 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我可以帮你一秒 姐 停 这样 你把那个 把那个牵纸贺的那个情书 给我看一眼我就原谅 牵纸贺情书 当初给你一秒 现在能那么轻易给你吗 这位弟弟啊 你要知道你现在还是在实习期 所以呢 我劝你注意一下你的验子 之前给你你不要 现在要拿回来呢 得有点条件 想看情书呢 等网站正式上线 咱们俩先把那一百个案员给做 完了网页的样数 我已经设计好了 从内在学习的前后端开发 还有再就是 公益法律援助的目标群体 本来对互联网就不是特别的擅长 所以我打算 在里面做什么 妈妈 不用弄这个 你就直接弄网页就好了 那个简单易懂 包交包会的 比这个方便多了 这才几点呢 你就开始做梦了 智能数据还没捕进 怎么做网页呢 我跟你说未来 网页一定是大趋势 我已经学习了很久了 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你的一时兴起 就异想天开 我没有一时兴起 没有异想天开啊 这个项目的策划我也写过啊 在哪儿 不对 这是上一次的事 我告诉你千维 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现实 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网站 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包办 但是网页呢 现在市场上没有一款 成熟的网页项目 没有现成的模板 难道我们自己去手写数据代码吗 还有 具有保护隐私性的服务器 都还没被开发出来 难道我们自己去开发服务器吗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我知道你今天冷静了 咱们慢慢来 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 一步一步解决 你这样想 我们先把它发到那个 大学生那个创业网站上去 然后呢 就去找那些投资者 我们就有了初始的资金 有了资金之后 网顾上的骗子那么多 你怎么能轻易地相信他们呢 而且 我知道你的担心 但是你真的没有关系 很安全 老师也推荐过呀 再说了 人家那个都要层层把握 我麻烦你 我说话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只会冲动的理想主义 真的 自讨苦吃的是你自己 那时候在战英 我说起法律援助平台 你也说我不切实 即理想主义 原来无论在哪个时空 你都这么独断专行 从不考虑我的意见和感受 Lexus邀您共赏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 都不重来 听播副 听播副 听播副